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8日 星期二 這節還是聯合廣播 因為是超級星期二 所以就有聯合廣播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關心的問題 限聚令香港持續了很多日的零確診 但是也是堅持要限聚令 香港政府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說 大家不需要擔心了 是不會放風的 即使香港沒有疫症 他仍然會這樣做 因為他會防止市民聚集 防止市民上街 基本上從頭到尾都不是防疫 由始始終也是要制止市民上街 因為他知道 遲早按不住的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壞 自己知道這個政府是一個人民公敵 但是 業界 很多時候還有很多 無謂的幻想 做酒吧 做餐廳 做各項領袖 他們其實也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當然 除了不切實際幻想 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廢物 這些廢物 亦是令到業界更加 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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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垃圾 真的是富之欲出 一說到飲食界廢物 飲食界廢物 首席廢物 大家其實 不難想像 大家心裏面 都浮現了三個字 或者浮現了一張20元紙 張宇人 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請大家支持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的頻道 月費贊助 還有無限烈大化 到讀新聞 然後跟大家說說 這個廢物如何廢 疫苗氣泡已經實施了一個多月 市民需要接種疫苗 才可以進入酒吧 這是所謂個高度限制場所 酒吧業代表 食環處官員 在6月7日在立法會 進行第二次會議 希望繼續放寬酒吧業 酒吧業代表說 疫情至今 酒吧和餐廳的限制 簡直是有天冤知別 的分歧 麻煩你政府 應該一時同仁 辭牌酒吧聯會的會長梁立仁表示 客人打針後才可以入酒吧規定 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員工的接種率有七至八成 但是現在的生意額 是不到一成 他補充 有酒吧牌照的餐廳 以及 酒吧牌照的酒吧的限制不同 認為政府 給出指引很混亂 即使是同一個實際的環境 但是運作有兩個處理手法 令酒吧業務所適從 所以希望透過放寬酒吧 要打針才可以進入的規定 當局 用安全係數來定酒吧不適宜放寬 他表示不明白當中的計算準則 希望 會議可以請專家解答一下這些 不公平的情況 很明顯就是針對酒吧 當時就是有一個 人在這個酒吧 懷疑確診 然後林鄭政府出來說什麼 說什麼喝完酒之後會容易發生什麼 我忘記了 酒後亂成 他就不值得 到現在 也不放過這個酒吧 所以是很矛盾的 餐廳也會賣酒 餐廳也會賣酒 不需要打針 也可以進去 也可以喝酒也會亂成 酒吧 也是賣酒 純粹賣酒就不行了 沒有東西要下肚子嘛 酒吧有東西要吃的 酒吧很少 通常都是雞翼 雞腿 薯條 漢堡包 雞翼 比較 普通一點 很難說我要吃一碗牛腩麵 那你不如禁酒 香港一向喝酒不犯法 你現在是針對喝酒 你不是針對喝疫情嘛 其實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英國首先開放都是酒吧 而酒吧 外面其實都坐滿了 每一間酒吧都坐滿了 而且英國每天是說幾千宗疫情 人家都照喝酒 照去酒吧 這個很明顯 香港政府是針對你這幫酒吧佬 你們能夠反抗嗎 你們又不能反抗 你們業界代表又是政府的狗 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 找不到吃就收拾了他 這是政府的心聲 我告訴你 現在 姓梁表示不明白為甚麼酒吧 要打針之後才可以進入廁所 餐廳 也是脫下口罩喝飲食吃 其實真的很不公平 為什麼不打針也可以進入餐廳呢 他認為另一個不公平的地方就是 不用打針進入餐飲業界的人 這個人數 就比起 打針進入酒吧的人高 現在 打針進入酒吧的人數是兩個一台 死了 這些朋友不能去猜廢了 打完針之後 但是限制更大 但是總之 飲食就不用了 飲食就好像沒有什麼限制 6個 但是沒有這些那麼複雜的限制 人數 比喝酒 放寬很多 又不需要打針 這個也是防疫邏輯問題 武漢肺炎病毒 應該這樣不是攻擊酒吧 武漢肺炎病毒原來知道那個是餐廳還是酒吧 是懂得睡的 知道你今天是去喝酒還是吃飯的 沒錯 挺厲害 既然那麼高智商 難怪殺那麼多人 倒到喝酒的人 但是你吃飯 叫酒喝就沒事了 有飯落肚可能不一樣 他也知道 這是變種病毒 他的智商也有 有人類的18歲智商 變種的現在是香港政府 還有林鄭月娥 病毒就沒有變種了 他們很明顯已經是病變了很久了 娛樂及餐飲協會主席陳文表示 從疫情開始至今 餐廳和酒吧的分歧很大 要求雙方看齊 他們也知道 飲食業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不能夠代表自己 未能讓政府明白業界的痛苦 所以 在兩次討論之中 未能夠全面服業 揚燕 對方是一個廢柴 張宇人 他補充了 鄭梁這位直接抽擊 他說 比起這個餐飲界 張宇人對酒吧的關心和支持很少 其實他也沒有關心餐飲界的 其實他沒有關心選票 現在其實也不用選了 沒有人可以挑戰到他 這個世界就是說check and balance 所以為甚麼大陸 不會有制衡 不會有制衡 因為你是沒有任何same 你又不會有代表 你又不會有選票 沒錯 你出來見多少次記者都沒有用的 酒吧業的朋友 因為你們會發起抗爭 因為你們沒有競爭嘛 老實說做酒吧有很多黑社會嘛 現在政府斷裂財路 是不是 那麼沒辦法了 那你們就想想 轉行吧 搞別的樣子 頂了那麼久才轉行 很可憐 又被香港政府打劫 又被業主打劫 業主打劫 他們兩個一起打劫 還有張宇仁又結了一份 這個不是廢物那麼簡單 這個就是混蛋 張宇仁 他說一起參與這個會議 另外還有一個酒吧協會主席 前進永 表示 我們要做的都做完了 包括滿足政府打針的要求 都逼員工80%打針 冒著 沒命的風險都給你打 好了 現在針就打了 但是你又不讓人進來 你又要客人打針 客人就不理會你了 客人就不理會你了 那不是很簡單嗎 那我就去餐廳吃飯 叫酒喝吧 反正那裡也沒有限制 所以這個是逼死酒吧 又是一個香港政府荒誕的行為 又是病毒無緣無故識分 餐廳還是酒吧 沒錯 可能跟光那麼有關 餐廳真的比較弱智 那法國餐廳 光晚餐那些 不關光度的問題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其實是政府自傷問題 還是政府有心害他們呢 有時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不是蠢 是靠害的 政府是靠害一向的 但問題是 靠害的原則在哪裏呢 你又不知道 他真的是隨時 隨時隨時隨時的 沒準則可言 所以他就認為 現在的問題是 專家不相信他們 是香港政府 所聘請的專家針對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認定這個場所是高風險地區 所以他希望聘請專家小組 醫生到餐廳 以及酒吧視察 看看兩者的分別有多大 我覺得是比較科學的 起碼要做個比較 你認為 可能餐廳人們會感到的 那麼是有一個人會感到的 可能餐廳的人會感到的 可能餐廳不會的 可能是一樣的 因為喝起酒就會接受到來 你看鄧炳強那群人 是不是的 吃飯啊 又有唱Key 又有男女 也有什麼都在一起 鄧炳強 估計他會去開豬寮紀公園 這件事其實你們也沒有辦法了 這個世界就是沒有制覽 沒有人可以代表到你們的姓氏 你們 注定是被犧牲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